大家好,我是兰兰 今天是我已经做完手术的第五天了吧 我这两天发关于胃镜的手术的视频 有一些粉丝就在留言区会问 说兰兰,你做这个膝肉为什么只做了18个 剩下那10多个为什么没有拿掉 还有人说以后还会不会长 你为什么会得这么多膝肉 就让我再去问问大夫什么的 然后我今天做视频就简单的 给大家讲一讲我所知道的 至于为什么他只拿了18个膝肉 为什么别人长得很少 而我长这么多 当时我在看病的时候问过医生 他说呢,遗传 然后他就低头又开始写他的药番啊什么的 我就不好再打扰他 他说这个呢 我的母亲是80多个膝肉 然后做掉了40个 但是我听我的母亲说呢 他不是因为遗传 他是因为吃一种药物 常年那个药物 他就容易长膝肉 还有有人说 为什么他没有一起拿掉 这个说实话 我后来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母亲一次做了40个 他当时也是做的有痛的 你想一个老人家都能做 而我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 当时他就跟我说的很小 他怕创面太大 会有危险 危险 所谓的危险呢 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未必出血 如果未必出血的话 那这个手术就是失败的 那至于为什么 就是手术好了以后 要吃一些流食啊 软的东西啊 也是为了怕他的未必 就是粗糙的东西嘛 然后膜 然后本身 你就有创面了嘛 刺激他以后会出血 还有呢就是 做手术的时候呢 他是好像用什么东西 夹住他 然后给他烧掉 所以那个卡子哈 听说要半年之内 才能自行的脱落 那你短时间内哈 那天我不摔了一跤吗 我就很担心 那个卡子摔掉 后来问了他们以后 他们说 只要你当时没有呕吐 没有恶心 没有变血 就是拉血 那就没事 那就说明我摔那跤 没有影响那个卡子 所以现在就是很担心哈 他那个 卡子掉了以后 会磨那个胃壁 是胃壁出血 就是我个人这么理解啊 还是要休息 然后还是要吃软的流食 可是我就又没听话 没忍住 昨天他们吃炒菜 米饭炒菜 我就吃了蛋小丸 还吃了扁豆 我想我使劲嚼吧 嚼烂一点哈 本身那个扁豆就切了汁 但我嚼得很烂 吃得很慢 但吃完以后哈 还就又不舒服了 就明显感觉哈 胃跟原来不一样了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胃还是很弱的 还是需要痒 昨天我婆婆 我妈都给我打电话 说你别那个不听话 你一定要慢慢的痒 要不然你一辈子哈 可能都会留下病根 说一旦留下病根 你以后再吃什么东西 吃软的 就是吃硬的 吃凉的 你都会不舒服 我说那可就惨了 所以哈 我要度过这一个月哈 就争取这一个月 就想想办法吧 可是你说老喝粥啊 老吃鸡蛋羹啊 人也没劲啊 缺营养啊 所以我想不成 我就把那个虾哈 鱼应该是软的 应该没事啊 把那个虾给它碾碎了 弄成虾泥 菜呢 水果呢 给它打成汁喝 应该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也不能单纯的 只喝粥哈 那也受不了 人一个月那么下来 那家伙呢 其他又该出问题了 是吧 这是我想起来的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留言啊 我来回答大家 至于 我这个是怎么造成的 有一个粉丝朋友哈 然后他非常好 他跟我说 蓝蓝你查一下 你的过敏源 说你是不是吃什么东西过敏 他说有的人吃木耳 吃面粉 是吧 吃鱼虾海鲜过敏 你每个人都有过敏的东西 你查一下过敏源 你吃什么过敏 后来突然下提醒我老婆 我怀疑我会不会喝牛奶过敏 因为我母亲喝牛奶过敏 就是以前看我 是不是的人可能也知道哈 我就太喜欢喝牛奶了 就是一定要 每天几乎都要找牛奶哈 多的时候我一天就能喝成了 一二斤哈 二三斤的牛奶 就当水喝 但是如果我对他过敏的话哈 而且 牛奶是不是就比较湿啊 我记不清了 所以我想过两天我好一点 我去医院查一个过敏源 如果对某种食物哈 过敏 那就要停 还有的人对花粉过敏哈 比如对满虫过敏哈 体内出问题 长细肉是不是他 反正是吧 别人不长不长得很少 那你长那么多 肯定你身体是有问题 要找到它的根源 还是跟吃有关吧 吃进去不对的东西了 所以以后还真得注意了哈 不能打得咧咧的了 也有人说啊 来了我做完手术以后 肚子疼了半个月啊 什么的 我倒没有 没有任何疼啊 不舒服啊 今天我又开始干活了 归着屋子 干了一上午都没停闲 中午又倒头大睡 跟以前一样 别的就没什么了 行 这期我就想起这么多 现在记忆力也不好了 亏了没打麻药 打麻药 我的记忆力更差了就 下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哈 那两个病友吧 就比较严重的两个病友哈 他们 是怎么得这个病 啊 好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儿 喜欢来的记得啊 点赞 关注 加评论 拜拜 拜拜